大家好,我是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继续讲解关于账户的优化和设置的一个技巧 我们会谈到的是关于出价和实践的这个地域 实践地域这些的一个设置 出价对于账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什么 我们出价比较低,出价没有达到百度给出的一个既定的一个范围 虽然你出价高于最低展现价格 但是的话你的竞争对手比你高出十倍二十倍 那么竞争对手的排名就比较好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时间 那么时间的话有一些是24小时 你只有6小时或者是8小时 有的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想想别人的时间就比你长 那么别人的展现就比你多对不对 那么地域也是一样 别人是全国或者说甚至全世界的去广告的投放 你的话只投放了一个是 像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流量肯定是没有人家的多 包括转化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的地域设置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能力范围去设置的 地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推广呃 单元里面的修改出价我们来看出价出价的设置 还有是在这个位置去修改出价 修改出价这个是关键词的出价好 然后我们来看实际的去操作一下进入我们的推广后台 点击进入在推广管理里面选中这个什么这个是推广计划推广计划可以设置什么呢 可以是这些可以修改移动出价比例 什么是移动出价比例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关键词这个设备上是在移动 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多少呢就是3乘以1.2等于3.6 这个是移动端的一个出价这个叫移动出价比例 然后点击确定像设置完成之后我们这个推广计划下面的关键词 所有的关键词在移动端上面的价格的话就变成了3块6 知道吧这是出价点击价格的话要低于3.6 我们来看一下推广单元点击推广单元点击推广单元的话 在这个位置我们去修改出价看到吗 这个是修改的是单元出价设置成5块钱OK 5块钱的话这个是单元的出价 那么关键词的出价是关键词的出价 那么最终的排名的话是以关键词的出价为标准 它不是以单元的出价为准 我们看一下关键词的出价是在哪一块去修改 选中关键词你选中的是这个 这个对不对 假设这几个关键词特别好 那么转换也比较优秀 那么选择这一块把价格提高 修改价格的话 它有这几种一种是直接在这个位置输入价格5块10块就OK 那么还可以说是将价格提高多少 也就是说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了多少 提高多少呢 提高两块钱提高1块6或者是1块9 那么还有个什么是降低多少 或者说使用推广单元 当我们使用推广单元 我们大约是5块钱 那么这一块就变成了5块钱的一个出价 变成了一个5块钱的出价 你看关键词的出价 移动端的一个出价的话 那就变成了6块钱 移动端的出价的话 就是因为是1.2嘛 5乘以1.2是不是等于6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吧 那么可以提升到系统的一个指导出价 像这种情况下你的价格的话 就有可能会产生偏高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系统推介推左的一个指导价格 一般情况因为是自己的系统了 它都会导致这个关键词整体是一个虚高的一个情况 还有什么呢 提升至移动端的上方 假设你自己的这个广告投放的是偏向移动端的 那么你在设置的时候 那么就放在移动端上面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你PC端的话是做的比较轻的 你的产品的话是安卓或者iOS的系统 去使用你的软件去使用作为你的转化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去设置提升移动上方的一个指导价格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提升着第前三的一个 左侧前三的指导价格 像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你的排名的话是在左侧的前三 也许在第三名 也许在第二名 或许也在第一名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修改出价 修改出价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 在客户端上面也可以去修改 有时候有些是看不到出价的 因为你这一块没有 我们把这会关闭 现在你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看不到出价 然后 可以选择在这一块修改出价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方式 这一块点击增加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选择在这一块 哎 这某个关键词可以在这一块选择修改价格 可以选择在这一块 好 3.68 或者是说6.69 6.96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发生变化 看到吗 是不是啊 这个是在这个位置 每一个关键词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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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去进行单个关键词的修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修改地域的时间 地域的设置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时间 那时间 时间的设置是在哪里呢 哎 怎么没有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选中 看到吗 选中推广计划 这个是控制的什么 是推广计划下面的所有的推广时间 这一块默认的话是全部时间 你看一下 全部时间 那么你就不用做任何的选择 就是说周一到周日 周一到周日 全天24小时广告的上线投放 你也可以选择工作日 你看 选择工作日 那就是周一到周五 24小时 你也可以选择周末 可以选择重置 重置的话 当我们的鼠标放到上面的时候 看到的是什么 24点的时候 那么像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广告是不上线的 你的客服是几点钟 是八点钟上线 那么下午的话 你这个 是一些传统行业好 那么六点钟 下巴拉 那么你就设置到六点钟 周末的话 有一天休息 周日休息 OK 看到吗 我们时间的话 这块就变成了一个自定义 自定义 假设说晚上你的广告流量比较好 OK 把时间 增加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像这种 像这种 晚上的话 你说 可以有一些是熬夜的 人也比较多 那么你把0.24 把它增加上 叠击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时间 就已经设置好了 时间这些控制不好 流量 数据 流量 这些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块有一个叫价格体系设置 价格体系设置 移动的比例 是不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是分时段的出价 分时段的出价是在某个时阶段 我们的价格是 偏高的 假设 9点到11点 这个是上午的 我们设置的是1.2 那么也就是说 在9点到11点这个时阶段 我们的价格 是 现在的价格要高一点 也许这一段转化比较好 对不对 那么或者说 有晚上在9点中 这个时阶段 或者9点到10点 这一时阶段 我们流量点击比较多 点击比较多的话 可能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恶意点击啊 你看一下 点击的都是一些精准精确的流量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 作为价格稍微降低一下 降低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推广地域的设置 推广地域的设置的话 你看我们不在这一块去看 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推广地域的设置 你看 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账户的推广地域 推广地域 好 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账户 选中账户 在这个位置 修改我们的推广地域 可以先修改推广地域 你也可以选择 推广 单元里面的地域 好 OK 在推广计划里面设置这一块 设置这一块 你看到账户的 账户的地域 账户的地域 可以设置账户的地域 可以设置 推广计划的地域 记住 他们之间的话 不会发生冲突 不会发生冲突 你设置的这一块 设置的是账户的推广计划 它的推广地域 那么你在推广这一块 你就是已经设置好的了 对不对 在这一块 你就设置好的了 要么就是说 你在设置的是这一块 设置的是这一块 那么你就是在 推广计划里面的地域 我们来看一下 推广计划里面的地域 推广计划里面的地域的话 你看 这个是瘸血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这一块 先设置好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 然后点击确定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一块看到的一个 推广地域 就是这一块 我们使用的推广地域 好 我们麦子学院是在哪里呢 是在成都 是在成都的话 那么华白地区的话 有可能就比较少 我们做一些卸下的培训 假设说 那么卸下的培训的话 就是在四川国际比较多的了 那么四川肯定是必学的 然后 云南 可以学吧 还有什么 重庆 可以学吧 然后贵州是不是可以学 对吧 那么西藏 拉萨 有些人也会去学 对吧 好 点击确定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使用 设置这一块 就是使用这个 因为我们的麦子学院 是在成都 对吧 成都的一个卸下培训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去 这样来去设置了 如果我们设置了 这个位置呢 那么我们的推广地域的话 就是北京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海南 安徽 贵州 缺血了 缺血了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吧 因为我们这些设置的比较差 设置的不精准 那么我们人群 也没有定位好 像这种 爪化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爪化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这些 也是账户优化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一个账户设置的不好 要么就是账户 当届的时候不好 还有一个其他设置 我们也看一下 其他设置一个是关键词创意的一个集合的时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扩扎匹配 扩扎匹配 扩扎匹配的话 它启用高级精确搜索 精确搜索 如果你对这个高级精确匹配功能不是很清楚 你看 使用什么 获取精确匹配 关键词高度一致的一个流量 也就是说很多比较相同 百大跟北京大学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比较一样的啊 这不一定说说必须要去搜索北京大学 或者说必须要去搜索百大 像这种叫精确 还有一个下面启用了精确匹配的一个扩展功能 这个扩展功能启用的作用就是说 我这个人是在四川 那么我的广告的话是在哪里呢 我的广告投放的是公司是在上海 但是我投放了四川这个地区 我投放了四川这个地区的话 四川的人去搜索的话 在前面就有一个成都 我们可以来实际的去看一下 点开进入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去搜索旅游 或者说医院 或者说南科 我们去搜索一个医院的吧 我们去搜索南科的时候 你看就会出现云南 看到了吗 出现云南 出现昆云 这个就是叫扩展匹配 假设我们人是在上海 那么你这个账户的话 广告投放到上海 那么你的广告在那里 就会显示在前面有一个叫上海 这个叫地域扩展功能 知道吧 然后还有个什么 是动态创意 动态创意的话 它有这些 推荐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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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直列 还有什么 搜索合作网络 搜索合作网络 就是说 关键词的出价的话 乘以搜索合作网络的比例 然后再出于其他比例 但是这里的话 有一个是什么 其他比例就不是很清楚 像这种会导致你的价格会偏高 所以尽量的话把它降低一点 不要不要瞎搞 不要瞎搞 还有什么呢 同台宅限 如果你对这个同台宅限不是特别的清楚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 即用同台宅限的话 那么会多调创意 还有什么 目标客户的一个追头 追头 那么这一块的话 是已经开启 已经开启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提高账户优化的一个方法和方式 方法方式 好嘞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讲解 好 感谢学习 拜拜